三个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确实在这一周来说水气是稍微偏多的 我们从现在的雷达回播图可以看到 在早上的时间主要是受到西南风 加上陆风符合作用的影响 包含上次清晨的时间 在云嘉南这一块稍微有一些飘雨的现象 而且就连北台湾也稍微有一些局部阵影发生的情形 那在今天开始一路到礼拜五的时间 其实水气都还是偏多的情形 那下午时候也要留意容易会有午后雷阵雨 不过以今天来说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 那这个节气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代表说炎热的夏天即将要结束了 那这一场一场雨下下来 天气方面也会开始逐渐的转量 所以就今天的定量降水预报图表 大家可以看到在早上的时间 确实水气是稍微偏多 尤其在下午时间也是要留意容易会有午后雷阵雨 那今天一样也是在山区跟邻近的平地 都稍盛防容易会有比较大规模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情况 那大家也很关心说难道又有台风的生成吗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确实在我们附近有一颗热带型低气压 但是它是朝着日本的方向来前进 所以未来就算它成为台风 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一些直接性的影响 反而大家这几天要留意的天气方面 就是白天的时间会比较闷热 高温上看到三十六三十七 但是一开始也提醒了 在这一周水气是稍微偏多 所以包含上在清晨 新南部地区容易会有些飘雨的现场 那在下午的时候也容易会有午后雷阵雨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几天的温度 在北台湾呢 在这一周高温上看到三十四到三十五度 但是在周末之前水气都还是偏多的 中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 高温也是可以上看到三十六到三十七 尤其下午时间在中南部地区 也容易会发生午后雷阵雨